主要的需求,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他可以 就是我們 這題是期末考分數計算 也就是說 我們會傳成績當成參數 這個參數部分的話 也是透過這個 這個argument 配置裡面 我們傳幾個成績 包含就是說 我們可以傳幾個成績 比如68、90、57、97、33、59 這幾個成績我們可以把它放在參數裡面 參數裡面的話中間加空白 所以可以取得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裡面總共有六個成績 這六個成績的話 當程式開始的時候代入 然後 可以計算出本班的最高成績跟最低成績 要秀出來 本班最高成績多少 最低成績多少 然後 及格人數多少 及格 比如三個人以上 三個 然後 再計算總平均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所以這邊秀出來的話 要類似像這樣子 上面要有什麼 什麼什麼 向日葵 小班 期末 考風雲 類似像這樣子 大概 秀出來 那這邊的話 各位要思考幾個問題說 最高分最低分你如何取得 好 方法很多啦 方法很多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那個 前面講過 用什麼 array source 有沒有 把它排序一下 然後 如果編號 應該它是由大到小 所以 最小 最低分的就是那個array的編號0 最 高分的就是那個 那個陣列長度 減1的那一個 對 最高最低分 好 就可以秀出來 那另外 渠道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至少有兩種方法 有的那個 String裡面的format printf 對不對 或者是dicimal format 不過 這一題假如 應該是我們如果 輸出到那個console 裡面的話是可以用 String裡面的printf 可是如果你不是 在console裡面 你就不能用printf 輸出 那就必須用另外一個 比如說可以複習一下dicimal format 這個我們用過蠻多次 dicimal format 用到的機會 非常的高 你只要有數字 需要格式化 然後一定就會用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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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所以這部分也請各位試試看 當然最後的話你可以 稍微修改一下 如果不用array source array source sort的話 比如說我們前面講過那個泡沫排序法 你可以把它再另外建一個方法 有沒有 稍微 我們要順便複習一下 那個 泡沫排序法前面講過有一個 可以 在程式裡面 一個部分 然後另外我們也把它抽離出來 另外再寫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說 我給它一個陣列 Return回來給我一個 可能我要什麼東西 可以返還給我什麼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一個方法 那最後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改寫 比如說 不要printf 要Dismore Format的話 你可以把Consol改成什麼 Consol改成Jrion Pen 好吧 把這個結果秀在 這個Jrion Pen裡面 我想這地方的話請各位 這一題 最後 要把這個 這個先 OK 最後這一題的話 本來是在Consol裡面 那我講過這地方 我們不要用printf的話 第一個稍微改 那把它怎麼樣呢 改成那個Jrion Pen 因為Jrion Pen裡面 就不能用這個東西 printf 那改完之後的話 類似像這樣 我想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就是把這個範圍 先把它註解掉 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因為你要放在 Jrion Pen裡面的 Show Match Dialog 裡面 不能夠直接 因為printf它是 逐行的輸出 逐行 逐行的輸出 那 Show Match Dialog 它不是逐行 它是必須要 透過一個 字串 你先把 這個 這個上面的字串 先接好之後 再丟給它 一次性的 不是說你 每一次就丟 一個 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一個 就是要先 宣告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變數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把它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 就是加等 把它串 後面加上一個 跳多支援換行 如果你沒有換行 它就變成一串 再來的話 把printf改成 Decimal Format Decimal Format 要加上來的方式很多 我講過 你可以用 宣告 再使用 或者怎樣 用匿名變數 因為這邊只用一次 所以 寫作的方法 有沒有 你就用匿名變數 就好了 其實匿名變數 非常好用 這樣的話 你不需要 其實會變很簡潔 但是 怕是 會有人看不懂 因為有時候 常常我發現 我寫得太簡略的時候 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你這個地方沒有宣告 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這裡的話 是慢慢讓大家了解 以後你可以這樣宣告 這樣使用 這樣宣告使用 好處是 程式很簡潔 但是缺點是 可能如果你的team裡面 一些比較菜的工程師 他不知道你在寫什麼 他會覺得你是寫 寫這個 怪怪的 實際上這個就是一個 匿名物件的宣告方式 應該慢慢可以 大家前面有學過的話 後面應該可以介紹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就 另一個Distimal Format 後面給他一個格式 那用他的方法 就format 去把它做一個格式化 格式化成什麼呢 其實這個地方 就應該不用強 應該就不用強制轉型成Double了 應該直接就 把最後計算的結果 直接讓他格式化 所以我做出來的結果 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秀出來 類似像這樣子 不行 這地方還是要 還是要強制轉型 為Double 不然的話他會怎麼樣呢 他會強制轉型為整數 那你的小數點就不見了 所以這邊還是需要強制轉型 為Double 然後再來做格式化 OK OK那沒有問題 67.3 那才正確 否則剛剛那個地方 你少一個這個強制轉型的動作 他就會把計算結果 用整數 用整數 因為 前面有同學問過 因為我們sum 好像也是整數 n也是整數 所以計算結果 自然就是整數 OK 他用整數來呈現 前面好像有同 那如果說你加一個Double 就是表示計算結果強制變成一個Double 也就是會保留什麼 保留後面的 小數點部分 那因為我小數點 應該有33.33336的樣子 那我是 用4Mess 取到小數點的第2位 所以後面的部分 他就沒有秀出來了 OK 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 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第2個 把它改一下 改成那個 J-Uption Pen Show Mesh Dialog 那Show Mesh Dialog 這個 好處是說 將來你在 Windows 視窗環境下 也可以使用 不然你Console 在Windows環境下 會有問題的 OK 再來當然 還有一個部分 順便複習一下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Array Source 當然很方便 可是其實有的時候 不是 有的時候不是 所有的狀況 都可以用它 那如果我今天要 怎麼樣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泡沫排序法 我想前面我們有講過 在講義裡面有 好 那 泡沫排序法 怎麼做 你怎麼樣可以把 這邊的Array Source 用泡沫排序法做 第1個 第2個就是說呢 泡沫排序法 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 把它獨立出來變成 類別方法 然後呢 我只要 Return一個 結果回去 給它就好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 再試試看 這個是延伸體 所以 這一題延伸出來 有兩個 一個是 把它改為 那個 Show Match Dialog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地方 看看不要用Array Source 如果題目規定 考試的時候 他就是要考你 會不會泡沫排序法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 自己要寫一個 類別方法 來做 這裡我想各位也試試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 謝謝